为了刺激国人进行国内 观光局在11月推出了名为前进一花冬高频暖冬游的 补助方案 获得外界踊跃的支持和反应 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王国才也透露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台湾观光 目前已经在演你新的暖冬观光补助方案 除了有望扩及全台之外 30岁以下的青年也可能会获得加码补助 满冬游方案在今年的11月推出 一直到12月31日 实施后反应超乎预期 尤其是60岁以上的乐林族申请人数更是非常多 因此他希望借由加码补助来刺激年轻人留在台湾 的意愿 甚至提高年轻夫妻带着小孩出游的频率表 不过目前的经费 实施区域办法及确切日期都还要详细讨论 观光局长周永辉也补充 新的补助金额会超越现在的2000元 希望能在农历年前活络国民 尤其是30岁以下活动力较强的青年 鼓励他们前往台湾特色的地方 与区营造地方创生做结合 目前政策已经在进行沙盘推演当中 不过针对这项政策 被品质保障协会国民 县委员无必连批评为狠案 他表示补助就是要与陆军毡 为何要锁定年龄层 而且观光推广应该是要走出去 而不是自己补贴自己人 这样长远来看对提振国旅观光产业是没有帮助的